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大家可能会讲 老师你今天看加权指数是不准的 你今天要看这个部分 今天上市跟上跪都是跌加速多过于涨加速 所以今天正常来讲 因为今天晚上要公布CPI 你应该是想老师今天如果手上有股票 应该要先获利卖出一趟 这样才是对的做法对吧 我想大部分的投资人应该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回过头来 首先这段期间我们跟观众朋友介绍一档个股 其实花蛮多时间讲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一档 说实在话它不是我们手上最标的个股之一 2301的光宝科 但是我们跟你分享这一档股票 是因为我认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应该忘了这一档个股 甚至是一些老股迷 过去10年20年 它就是一档什么样 牛皮电子股 做电源供应器的 对不对 这是你心中所想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不会喜欢操作它 甚至它如果涨上来了 你还会见不得它好 你还会想去放空 这是人的心理 你买多的时候你没有买到 你不敢上车 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投资人就会很想去放空它 这是一个人类的心理状态 那这个状态我们不谈 别人怎么放空我们也不谈 因为我讲在市场上面放空的老师 你会发现慢慢的都不见了 也从来没有秀过自己的绩效 对吧 最重要就是我们实际上代会员 我们是怎么操作到底赚多少 那我们讲回来这一档个股 今天你会认为 今天加权指数虽然是上涨的 但是个股今天是跌多于涨 所以你会认为今天个股平均下来 应该是要跌的 这才是正常的 来 结果2301的光宝科 今天再涨5.41% 再创高 那这一档个股来 昨天7月11号 我说如果要算绩效的话 帮我们加4根掌停板上去 当初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说 第一个 6月先赚30% 然后6月底到7月初再赚20% 然后呢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7月5号 这一档个股出现了一个修正 我怎么讲的 要不要再看一次VCR 来导播我们请 和智原同一天讲 因为当时我们在讲智原的时候 大家说它不是AI概念股 后面我们再提一档 2301的光宝科 它跟AI也没有关系 第一轮的AI确实跟它没关系 来 时间点 一样是6月13 2301的光宝科 做了两段 第一段30% 第二段20% 今天这档股票 今天这档股票是修正的 但是我们把急速放大 大家当初不认同光宝科 并不是说这档股票有什么问题 而是在大家的心目中 会认为它就是一档牛皮股 第一家上市的电子厂 牛皮股一只 子东老师居然还介绍 跟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特别蠢 对不对 当初大家应该想要偷笑一下 但是后面 你现在应该知道 谁笑到最后了吧 对不对 连光宝科都可以让我们获利50% 你说今天修正 它过去 它过去的走势 基本上就是走一个区间 今天硬生生的拉了一个50% 难道就不能休息一下吗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这段VCR是上个礼拜 7月5号的事情 个股进行修正 我怎么解读 我说它还没有走完 后面还会创高 然后昨天我们特别提光宝科 有一些人可能会说 老师不算不算 这个地方虽然后面创高 虽然是一根红K 但是后面有压回 你说正式创高了吗 不算不算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其实是反过来操作 它越涨 你就越看它不顺眼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今天 没有话讲了 今天正式直接跳空突破再创新高 2301的光宝科 基本上我是跟投资朋友讲几件事情 这段期间可能有人喊说什么 AI目前为止只是昙花一现 伺服器这个行情 没有叙事的能力 结果我们讲 我们说如果讲到电源供应器 我归类了 应该是在AI守门员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 因为伺服器是不能断电的 所以电源供应器重不重 其实它非常的重要 那光宝科和你过去也想的不一样了 他们也往伺服器这个产业 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切入 那看完这一档股票 至少可以验证几件事情 第一个前一段期间 我们在赚的时候 请问六月的时候 有没有公布CPI 有嘛 每个月都公布一次 请问我们在赚钱的时候 这档个股 跟美股 美国的CPI 各项金融数据 有没有很大的联动性 其实没有 后面就算是进入修正 我们的解读 是不是一波一波 开始创高了 都验证我们讲的 2301的广宝科 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 老师今晚CPI公布 请问只要你选到对的股票 请问你会担心害怕吗 不会嘛 第二件事情 这段期间很多人都在讲 AI没了 因为美国现在喊全面封杀中国的AI应用 那我们有接中国单的 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但是我有讲 请问要杀 美国这次要杀 是要杀中国的超级晶片 是必须把资料中心的算力 这个地方做一个围堵 不要给中国用 不会去怎么样 不会去杀到电源供应器 因为美国也知道 杀这个东西没有用 中国自己也会做 这个部分 我们一个一个的交代 所以2301的光宝科 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介绍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你可能抱有过去的成见 认为一档股票 哪里就是高点 哪里就是低点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这个错误我以前也犯过 就希望把我犯过的错误 一起跟投资朋友分享 这样你也可以赚钱 那这档个股 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你今天也还是会担心 老师 那你怎么样应付今天的CPI 那我说我们不啰嗦 我们直接把会员的讯息给你看 看我们今天怎么带会员 来 今天7月12号 到了1点 快要收盘了 好 我说虽然今天晚上会公布CPI 但是一个一个看 就把我们会员手上的每一档持股 清楚的做交代 第一档8155的脖子 先来看一下8155的脖子 今天长什么样子 等一下我们会来仔细好好的介绍它 掌停板 开盘没多久直接掌停了 这是第一档 第二档呢 8155的脖子 还有5483的中美金 稍微看一下今天5483的中美金它怎么走 先看过嘛 再来看我们这样的操作合不合格 小可惜了今天没有拉涨停 尾盘还小动了一下涨了9% 第二档 来第三档8155的脖子跟5483的中美金看完了 来看第三档3558的神准 3558的神准 今天小涨3.23% 原因是因为来礼拜一它已经先涨过了 先跳空一次 昨天还拉回还修正 今天呢再小涨 好我们先假设了 假设你刚好你是我们的会员 你刚好手上持有的就是这三档 请问你今天现在的心境如何 你会觉得说 哦老师这个地方 今天晚上CPI个股 是不是要先出清一趟 你会发现反过来嘛 你会知道别人在担忧 但是你知道你的操作步调是对的 为什么操作步调是对的 今天我们的测标 老师自我做一个比喻 要说我像什么动物 其实就是像乌龟 为什么像乌龟 来我们一个一个看 当初我们是什么时间点买8155的脖子 先看一下讯息 绩效写在旁边 就是这个礼拜一7月10号 那当时我们是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我们是先初清6121的心谱 那这档个股也是获利卖出 来6121看一下 你可能会说 老师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跳空大跌啊 不是 它不是跳空大跌 人家是还原全息 所以还原全息 基本上我们也赚一个小波段 但是这一档说实在话 还有一点慢 换骨 这是我们会做的动作 换到哪一档 将资金转到8155的脖子 这是7月10号的事情 今天7月12号 所以礼拜一我们先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因为现在大家讨论到伺服器 讨论到AI 就会知道说PCB的层数是要 是要够多嘛 以前最普遍的伺服器 大约是18层到20层 这是普遍的嘛 那这段期间金像电其实也蛮红的 为什么开始往高层数去迈进 那这一档股票 请你也不要忘记 为什么 因为市场上面最纯的伺服器PCB 其实除了金像电 还有8155的脖子 甚至它的毛利更高 如果要说它现在的打样 最高层其实已经可以来到50层 这个技术是在我们台厂里面 没有任何一家PCB可以追得上的 所以我们按表超课 今天8155的脖子 精力的修正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主力正在偷偷的买进 MACD的柱状又从负的翻成正的 请问你站在哪一个方向 当然是站在多方 按表超课 那老师像乌龟是因为我的操作方法 有些人喜欢去追一些 现在市场上面很热门的股票 但是你要注意 这种操作方法 看起来好像很光鲜亮丽 每天都有一堆股票可以讲 但是盘式出现任何风吹草动 它们是扛不住的 相反的 这个地方 虽然像乌龟经历了修正 但是这一个点位相对的安全 进可攻退可守 我们是这样子挑股票的 不是每天在那个地方追突破 所以8155的脖子 7月10号买 今天7月12号就过两个交易日 其实也还不错 绩效也没有说很差 146买 昨天已经先喷一根 但是昨天没涨停 今天涨停版 2根的红K算一下 绩效17.8% 8155的脖子 来 是不是创新高 没有问题 前波段的新高 今天用2根红K 这个地方跟你做一个表态 那你能不能买在这个点 就看大家的本事了 我们是挑到了这一档股票 用我们的一些工具 那这一个时间点 也许有些投资人会说 老师这个时间点有一点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对照大盘 7月10号 大部分市场上面的分析都喊空 如果你扣掉这两根 你会说这个地方一根黑K 然后好像要开始上工了 但是突然打下来有一根上引线 一般的投资人 甚至是右右班的分析师 其实都会说这个地方盘势会下去 但是我们是这样子跟你讲的 上个礼拜五我们就讲 第一个如果以布林线来看 因为布林线目前为止已经走平了 它就会发挥区间震荡的作用 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这段期间我们跟投资朋友讲 其实前面几周股市已经经历了修正 所以腾落指数 它是统计上涨跟下跌加速的 才会往下滑 然后往下滑 滑到下面的时候 其实你要做的动作是站在多方 你获胜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搭配一下辅助指标 KD的快值 K值已经来到28 这几个部分都告诉你 大盘这个地方修正的还不错 只有一个小缺点 这一次会不会直接反转上工 几率不高 为什么 因为融资是有增加的 这样是不是跟你解读了 7月10号为什么会走这一根 那后面走完这一根之后 为什么会持续上工 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反过来 7月7号我认为大盘在这个地方 会先做一个止叠 请问过一个周末7月10号 我们买进一档股票 这样的操作有没有问题 就没有问题了吧 所以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7月10号我们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反而是买进博字 今天你帮我们验证我们的动作是对还是不对 两个交易日赚17% 不要急 来一档一档的看 今天我们带你看完博字 来 8155的博字 5483的中美金 3558的神准 今天这三档股票我们都会讲到 接着我们来讲3558的神准 3558的神准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稍微点过了 这一档个股一样嘛 老师你为什么在7月7号的时候买股票 对应一下大盘 3558的神准 买在260块钱以下 因为你现在买进3558的神准 那不好意思 来 老师的个性是乌龟 不喜欢跟大家去追逐市场上面热门的股票 虽然偶尔还是会抢一下 但是我们喜欢这样子操作 今天我们发现一档个股 已经正在进行大修正 修正完了 怎样告诉你怎样叫做修正完 第一个它的产业本来就是正确的 如果是细阳产业 那说真的一波还会比一波低 3558的神准是最早往北美市场 去做以太高速交换器的一家公司 那现在他们也开始加大400G 就是资料中心的主力这个部分 也加大这个部分的营收来源 3558的神准 经历了三段式的修正 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介绍 如果你用量价累积图 你可以发现最大的支撑力道就在这一个价区 所以这个地方不破 转为多方结构 主力这个地方开始站在买超了 这个礼拜一7月10号 这一档个股先跳空一根长红K 算是表态 那今天呢 今天也小涨 所以我们每一档个股今天为什么 可以去抵抗一些新闻消息面短期的利空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一档个股昨天我们特别介绍过了 第一个买低档发动的股票 3558的神准 你说老师还有一档个股了 两档了 8155的脖子 3558的神准 5483的中美金 那5483的中美金这一档个股 老师就必须对会员说一声抱歉 不好意思 这一档个股说实在话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其实已经将近一个月之前 这一档个股确实抱歉前面没有发动 5483的中美金 来 5483的中美金我们也承认 我是老师 不是神 我们买在六月中 后面区间晃啊晃 你有两个问题要问 第一个 老师为什么当时你要续报 第二个 老师他为什么今天走喷出 对吧 有两个问题想问 第一个我们讲哈 因为这一段期间市场上面都在讨论第三代半导体 那第三代半导体其实也是适合完成边缘运算 完成的部分是在淡化加 比较适合做网通 那网通基本上就是伺服器产业的下游 5483的中美金 所以我们有讲过嘛 如果你找出一些好股票 第一阶段如果还没轮到的话 那只要你背后对于产业的研究 是非常深厚的 这档个股是可以持有的 那到了今天才开花结果 那你一定想知道 为什么是今天开花结果嘛 对不对 来我们讲嘛 今天如果讲到说 谁针对半导体产业 谁针对相关的产业补助最多 你放心 美国打完AI禁令了之后 就会再加大补助的力道 所以这一个产业背后是有源源不绝的资金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因为大家讲到第三类半导体 除了淡化加之外 最近最红的是碳化系嘛 碳化系就应用在我们讲的 自驾车相关的族群 所以这一段期间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说 来我说我们是业界唯一 敢跟你这样子做的 来 我们期许啦 因为过去今天我们会顺便帮你算一下 我们过去的绩效 我们期许一记 就能够让你达到财富翻倍 这个不是空讲啊 我们讲完了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重点要放在哪些族群 伺服器除能不用讲 电动车这个族群也是有机会的 来 为什么有机会 5483的中美金 今天大家讨论碳化系 就是在讨论车用二极体嘛 所以今天5483的中美金 今天一根爆量长虹做一个表态 有没有慢慢完成 你交代给我的工作 有嘛 什么工作 财富翻倍的工作 那时间点多久 现在我们推的方案就是一记 就是一记 希望你能跟上这一个大涨的行情 这些个股希望你都不要错过 那中间我们先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一记财富三倍计划 一记费用DM三倍的操作 一记的时间 跟上大涨的行情 就是一记只要三万 就是一记只要三万 立刻不打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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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真心照顾 运达同步 王老师 一记财富三倍计划 一记的费用DM三倍的操作 一记的时间 跟上大涨的行情 就是一记只要三万 就是一记只要三万 立刻不打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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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答同步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再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温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警署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讲到我们期许 希望一季就能够让你财富翻倍 重点是靠着什么族群 其实是靠着伺服器 除能 还有电动车 那除能这一块 今天其实走的也还蛮漂亮的 有几档个股 因为传说说有一些国外的人 要来我们台湾买店嘛 对不对 来 这档个股 我们顺便交代一下 一个月之前 6月16号 我们买进低价股 20块钱买进1618的合机 这一档个股呢 前面稍微走的比较温吞一点 慢慢慢慢涨 结果这一个礼拜 也开始走一个喷出的行情 7月10号的时候 我们不是讲嘛 我说因为它公布营收 年增250几%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 我们台湾是很怕跳电的 倒不是缺电 是怕跳电 天气越来越热 所以一定是345kb的高压电缆的标案 会越来越多 7月10号 一根涨停板 7月11号 也一根涨停板 诶 市场上面知不知道 接下来就要公布CPI了 其实知道 为什么这档个股 还能够持续上涨 很简单 因为它和国际市场的联动 比较不深 那今天可惜了 今天走一个小修正 创高了之后一个小拉回 但是我认为这个族群是没有走完的 所以也把我们的绩效做一个修正 目前为止 帐上获利就是扎扎实实的20% 不多不少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老师喜欢当乌龟 在修正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点位 其实是相对的安全 那现在 当然如果你说你加入进来 我们当然不会大力加码的 但你买这档股票 因为这样就不是乌龟了 这个族群我们先稍微交代一下 另外一个重点族群 市场上面最近在讨论什么 车用二极体 就是碳化系 昨天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 跟你研究一下 我说如果以中长线来看 其实马斯克之前说什么 他的电动车用量会减少75% 有些人是打一个问号的 因为以中长线来看 不是说不用 有可能减少 但是长线来看 未来五到十年 不管是你以金额的方式来算 或者是你要用用量来算 基本上未来五年 都是呈现一个缓步的成长 平均每年大约是涨30% 你看到这个橘色的部分 当然就是应用在自驾车 电动车的部分 来我们顺便讲一下 第三类半导体 碳化系跟淡化夹 主要是分这两种 化合物的特性不一样 碳化系应用在电动车 淡化夹应用在通讯产业 做一个粗浅的分类 那我们讨论到碳化系 你当然就要讨论到电动车相关的市场 所以这段期间 我说来我们推了一个 一季的财富翻倍计划 老师顺便统计了一下 这段期间三大族群 伺服器 除能跟电动车 我们特别把跟这三个族群有关系 我们三月开始操作的个股 比如说银帮 伺服器 机壳 除能的中心电 我们就一档一档的 告诉你我们什么时间操作 获利状况如何到六月底 一档一档的告诉你 2421的见准 除能的2206的三阳工业 把绩效清楚的列在这个地方 加总起来 有没有让你达到财富翻倍 你自己帮我们算一下 那这些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推的是 新的一季财富翻倍计划 从第一档发动的 自驾车相关概念股 还没开始涨的 就请你好好把握 就是一季跟着我们的脚步 进行操作 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集见 现在教练正跟打折比安号 宝贝上班累吗 好累 给你笑笑 谢谢 晚上来做运动 嗯 汤喔 你弄我吗 快去拿满牛 等你喔 保利达满牛 运达投顾黄老师 一季财富翻倍计划 一季费用提案翻倍的操作 一季的时间 跟上大涨的行情 就是一季只要三万 就是一季只要三万 立刻不打02-2781-0909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